好 肺癌已经蝉联十年 是我们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那稍早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老安所的 陈春万老师教大家 怎么样正确戴口罩 那么他提到包括 我们要对抗SARS MERS 所以要戴到N95 那我们讲在整个肺癌 它的一个成因 有很多是应该成因 其中是危险因子 抽烟是比较明确 或者是家族是 那另外包括空污 这都还不确定因素 可是PM2.5的微服血力 如果一高的话 确实对我们的健康 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要请教博士 就是潘博士 那我们需要戴到N95 就是说如果PM2.5超标的时候 我们需要戴N95的口罩吗 有这么样的紧张吗 首先空气污染这件事情 在2013年真的已经被列为 也是致癌物的一级致癌物 所以它不是 就空污 空气污染 对 PM2.5 其实我们把它翻过来 叫做细悬浮微粒 那它就是很小 对 OK 我们一般戴一般的活性碳口罩 是方便 但是那样的口罩 对细悬浮微粒来说 完全没用 所以说当如果PM2.5 浓度很高的时候 对不起 一样要得戴N95以上等级的口罩 不过以实际上来说 N95第一个不舒服 然后第二个它又比较贵 它可以外出的时候再戴 它是抛弃式的 不能够回收用 不能够回收 不行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也就是说 如果真的PM2.5浓度很高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那个环境 减少外出 对 然后减少曝露量 然后找到那个浓度 比较低的地方去 OK 所以那是消极的 所以积极的应该是 怎么样去管理跟控制 不要让污染源 使得我们环境中间的PM2.5变高 N95的口罩 其实大家要注意 不是只是看那个型 然后还要认证 而且它也有保存期限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另外请教潘博士 那像刘德华呢 爱女心切 护女心切 它在府上装的 你看12345 这14台的空气清净机 到底这样有没有效呢 绝对有效 但是空气清净机 可是一般人家里 不可能装到14台 所以美国 这是有经济的考量 对 当北京空气污染这么严重的时候 美国的大使 他就告诉他的美国人民说 你要怎么办呢 他有一条 他就说你去找到室内环境 有高密度滤网的环境 你到那里去 然后你不要到外面去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家里的话 你要装对的空气清净机 也不是任何的空气清净机都有用 所以博士是认同说是可以 是可以 PM2.5 我们从北中南 其实你会看看它的污染源 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还不太一样 我们北部比较像是 当然了 我们说过石化产业 跟这个大链钢厂燃烧 在比较中南部 对 但是北部地区的话 大部分都是什么 都是车辆排放出来的废气 空污 对 所以其实要先了解 到底空污的源头 比如说是可能汽车的排放 这个废气量影响比较大 当然你去看环保署 所设的观测点 你大概也可以理解 它的逻辑就是 在靠近污染 固定污染源比较近的地方 它希望能得到监测 所以北中南东 几乎都在工业区 大链钢厂 要不然就在石化区的附近 其实还有一个 在气象上面来讲 真正的污染源的下面 不是浓度最高的 因为它是扩散 它是移动的 它排出去了之后 会在它旁边周围沉降下来 所以越靠近它 还不是最低 不是最危险的 对 然后当然 如果大气很稳定的话 你哪里都去不了 你就越来越累积越多 你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那如果说 有一些我没办法改变 就改变自己好了 所以就逃回来了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这位 曾经在石家庄 待过好几年的 跳跳 来 跳跳跟大家讲 当埋害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自保呢 我很庆幸 我已经回来台湾了 就是台湾的空气 是真的很好 那石家庄那边的空气就是 反正就是三天 好天气不会过三天 对 然后石家庄我们先看一下 位置地图好了 对 北京在这里 我们今天常讲金晶记 就是金晶记就是北京 然后天津 然后石家庄在这边 它其实是一个三角形的 他们是一个 你就住在这 你就在这边工作 对 那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 所以离北京大概坐高铁 大概两个小时就到了 非常的近 对 那石家庄它以前是工业城市 然后它是一个铁路拉来的城市 它有非常多的铁路交通 就到哪都很方便 所以它是空气污染很严重 全国365个城市里面 它排名是倒数的 就空气品质是倒数的 是倒数的 它就污染严重是 前面是数一数二就对了 对 比如说我们台湾可能 365天里面 大概有360天是好天气 它是相反的 只有两天是好天气 不是 它是365天里面 大概有40天是好的 好天气 其他都是不好的 哇塞 对 其他就是都超标的 人住了 可能都忧郁起来了 可是他们其实还蛮习惯的 他们就是只要有雾霾来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雾霾又来 他们就开始有一些邂逅雨 来看些邂逅雨 比如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江浙户晒不干棉被 辽吉黑不相信喝醉 金金记就是金金记 你看你得有好费 就是说北京上海广州 不相信眼泪就是说 北京上海广州 他们这三个地方就是比较 竞争力很强 所以他们就是 就是他们做事情就很强碳 眼泪有可能是恶语的眼泪 对 他们就不会相信 对 就不会相信 对 江浙户就是江苏 浙江 上海 晒不干棉被就是指这边 就是很潮湿 它棉被晒日晒不干 对 辽吉黑 东北 辽宁 吉林 还有黑龙江 不相信喝醉 他们的酒量非常好 所以他们是 你喝醉了 他不会相信你 所以他们的在当地居民是没有 没有喝醉的 没有醉这个字的 对 然后金金记 你得有好费 就是指这一块 东西品质非常的差 对 是这样 就是会有这些邂逅 那你这个是什么时候的对照图呢 这个就是前阵子 大概也就是前两天 他们空气品质很差的时候 有了这样子 2015 12月初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空气品质非常差 所以他们就 我是在我朋友圈看到的 这是北京天安门 对 然后好天气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前几天是这样 所以他们就发了一个对照图 然后邂逅雨就放上来 所以大家就觉得很有趣 对 来看看那时候你真的 这是灰蒙蒙 这能见度多少 这好像是大雾来的时候 博士 这个雾来的时候 会不会比这能见度 都还稍微高一点点 OK 台湾也有过雾跟 我们先去隔一下 雾跟霾有什么不一样 雾的组成比较像是水滴 霾的组成比较像是空 就是空气污染 OK 那雾因为它的组成是水滴 所以它相对湿度都在90% 90%以上 霾大概都是在80%以下 相对湿度 那正好碰到80到90这一段 怎么办呢 所以就叫雾霾 OK 那再来就是能见度差 可以差到什么程度呢 你看 这样的能见度 基本上已经不到200公尺了 100公尺 这个可能比它还差 这是更差 这个是高速公路上面 他们 你看这有点点车灯 他们找不到 就是我朋友他们传的 他们在前几天 就是空气污染非常差的时候 然后他们开车上高速公路 找不到交流道的出口 霧影响能见度 会比霾还要更严重 我们曾经在清泉岗 那个机场 霧来的时候 你手这样伸 你看不到你的手 伸手不见五指 那是霧 那是霧 那基本上呢 也可以很严重 但是当你想想看 霧如果变成是这样的时候 那个空气污染 已经不得了 那这也说明了 其实在中国大陆 那个空气污染 因为工业化 因为这个燃煤 所产生的这个污染物 其实是非常严重 反正我每次 只要空气不好 我就会发FB 对 然后比如说 就是今年的 2015年1月20日 我就会发说 今天有大陆 孔明要不要来这边 借鉴来石家庄 因为你看真的是看不清楚 对啊 然后昨天他们空气污染 是严重的污染的报表 昨天应该是 就12月13号 晚上11点 我update了 这是石家庄的吗 对石家庄的 331 这浓度啊 对 博士如果说以北京的话 它平均的浓度 应该是规定是多少 跳知道吗 六十几还是到五十 差不多六十 五六十左右 它到了冬天不可能会好 它只有靠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起风 有低压 有下雨下雪 对 它可以清洗掉 那空气的污染物 但是如果说持续的都是 冷高压在那个地方经过的话 对 它不但冷 而且空气又稳定 那所有的污染就越 就沉在那个地方 越对越多 浓度就越来越高 所以它要散的话 还是我们讲 它必须还是要靠 气候的变化 借力使力 是 好可怕 那这又是哪里呢 这个是昨天 刚刚我们看到是昨天嘛 这是我今天早上 update的 今天是12月14号 258 258 它这边还要 反正我在那边 早上起床第一件事 我就是看APP 我就知道看 我今天天气好不好 然后如果天气好 我就知道 今天我可以运动 我可以 可能就可以去户外 那像这种是天气很不好 它就会提醒我说 它下面就有一行字 提醒我说 要减少户外运动 对 然后这边有个红字就是 全国365个城市 十家庄排名333 就是今天 因为它是很差 这个红字显示 它就会告诉我说 今天天气很差 然后全国排名 它是倒数的 那你们都怎么出门 出门要什么装备呢 有 就是如果是 像这样的天气的话 我就会戴墨镜 戴墨镜 对 大白天戴墨镜 然后 如果是天气一般的话 我还是会戴墨镜 然后戴口罩 然后可能会围一点围巾 因为有时候那个风沙 它有雾霾的话 有时候会有那个风沙 沙尘暴 然后我就会戴墨镜 因为它眼睛视线会不太好 那你会戴到N95吗 我这三年都白戴 我就没有戴 我戴的是一般口罩 戴副口罩 但是我同事他们都没有戴 有时候那时候 我们台湾人都蛮怕痴的 好勇敢喔 对 我们台湾人蛮怕痴 去的时候我们就戴口罩 然后后来同事他们都没戴 然后我们就变得很像怪咖 他们就说天气 你今天为什么要戴口罩 不热吗 因为他们那边 河北高温是40度 他们就说你不热吗 我就说怕空气不好 他们就说呼吸死不了的 他们都觉得说习以为常 习以为常了 对 那怎么轻沸这些脏污呢 听说你有撇步啊 其实刚刚那个说那个 博士有讲到就是说天气 要看那个气候嘛 他其实就是石家庄的 他们就是会一直期待 三个字就是等风来 就是风吹过以后天气就会好 所以他们有时候风大的时候呢 就会觉得说明天应该有好天气 看得到蓝天 那他们就开始就拍照 然后上网 就说比如说有天气好 他们就会拍蓝天 然后白云 就说哇今天天气真好 所以蓝天白云真的是 应该算是大确幸了吧 如果是这样看 对他们两个大确幸 只要有好天气 他们就会开始上网 发那个朋友圈 然后我看我会觉得那天 也一般般 因为台湾真的 就是到处天天都见得到那种天气啊 倒是你们好 你出门的时候会有防护的保护措施 那吃什么呢 你吃冰糖炖雪梨啊 有效吗 就是还蛮有效 因为在那边就是会常常有痰 所以每次我们走路 然后旁边就有一点子咳嗽或是吐痰 因为那边空气就不好 然后呼吸的话 呼吸到一定会被感染 呼吸到就会感染 然后会有一些痰 所以他们那边的人也会喝这个 就是叫做冰糖炖雪梨 他就是他们那边也是产雪梨 我觉得还蛮特别 他们那边的空气 怎么样 气候都会有什么样的产物 比如说雪梨 就是他们的特产 然后到处都买得到 我就会买一个雪梨 然后呢 就是把里面的籽去掉 挖掉 对 然后我就塞冰糖 冰糖在里面 然后是整颗 对 整颗去蒸熟 那它就会有水 那我会加一碗水 因为有那个白木耳 它会吸水 所以你会把木耳放在外面 对 然后加一点红枣或是枸杞 然后我用电锅去把它蒸熟 它就会有那个离子的水出来 对 然后我们就喝这个 离子不要吃掉 离子要吃也可以很好吃 就很像那个苹果 一天吃一颗 对啊 要吃多少 因为蛮好吃的甜甜的 那贵吗 不会很贵 因为它那边是特产 这如果是盛产化应该是 对 它们那边是盛产雪梨 这就是你炖好了 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 盖子我是把它先切开 好 然后这边就挖一个洞 就放冰糖就对了 对 就放冰糖进去 然后这个离子吃起来就蛮像苹果派的 甜甜的 然后这个水 就是可以喝 就是雪梨汁 是很好喝的 他们那边当地 像我们这边会便利商店 买得到一些红茶 或是巴勒汁 因为巴勒是台湾特产嘛 对 那他们就会有雪梨汁是一罐的 那有时候天气不好的时候 同事他们就会说 欸 那我们去买雪梨汁 来喝 就是润废一下 润废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 谢谢夏天好 跟大家分享 因为待了三年 石家东不见天日的日子 他决定要回到台湾好的贡献 所以他来到台 回到台湾 他觉得他可以大口的呼吸新鲜空气 可是我们的品质真的那么好吗 等一下请博士告诉我 不过有请乙方老师 吃离子真的可以润肺清肺吗 我们讲要互肺的话 中医有理论说 一定要吃白色食物是吗 对 是 那你感觉离子外面是咖啡色 对不对 可是里面是白色 大家可能有个问题 里子到底要不要削皮 对 要不要连皮 我们先讲一下 那里子果呢 在中医的观点 它为什么能够对肺好 因为它能够生精 润肇 清热 化痰 那里子皮呢 它也可以润肺 降祸 是 对 还有滋肾 滋补因的功能 那在一般 就是在国外研究 他发觉里子皮裡面 其实抗氧化成分 要比里子果来得多 所以皮不要削掉 对 所以皮不要削掉 可是比较农药的问题 那基本上 在大陆 它们有个叫做秋梨膏 它们在梨子方面 它是有挑选的 它尽量挑选 是说比较色的梨 酸色的梨 不要太甜的梨 因为太甜的东西 它们认为是会生坛 老师 那算我们糖葫芦 那个梨算不算 那也是 那个叫椒 椒梨 椒梨 那算是色色的 那是一种 譬如说像台湾的山湾梨 就比较像 恒山梨就比较像 另外就是说像我们西洋梨 像鸭梨 事实上它们的梨子 做药的梨子大部分 比较像我们美国的梨子 西洋梨的样子 西洋梨 对 比较像 它们是认为是说 把梨子 它们的药膳方式是 梨子连皮炖煮 或加姜汁去打下去 那这样的话 本身可以发散 其实对肺也是有帮助 对 反正就梨子连皮 加冰糖炖煮 那在韩国 他们的研究是蛮有趣的 它是认为是说像梨子 里面有果胶的成分 那这些果胶的成分 可以减少一些过敏的反应 所以梨子最好 一定要炖煮过 千万不要生吃 因为生吃有时候比较寒 那一般来说肺 比较不好的人 通常会比较怕寒气 所以最好炖煮之后 果胶出来才是有帮助的 到秋天一定要吃丘梨糕 它们是用鸭梨或雪花梨都可以 它们特别要选择 秋天比较色的梨去做的 那最主要是把它熬好之后 放在冰箱 因为冬天到的时候 它们觉得会有一些呼吸道的问题 它认为丘梨可以止咳去谈 身经润肺的功能 那其实比较好玩就是说 它们有时候会加个白木耳 白木耳到底为什么对肺好 它们有些研究是发觉 白木耳它能够增强一些慢性肢器管病人 它里面就是痰液当中熔菌酶的能力 等于帮我们身体 能够抵抗一些细菌的感染 所以其实如果说像跳跳 所以它是加成 对加成 加成作用 很聪明 所以我们说白色润肺 润肺 其实像白木耳的确有它的道理 离子也的确有它的道理 其他像山药 像藝人 其实也有它的道理 因为藝人里面 它有一些藝人脂 还有一些其他成分 其实可以对抗病毒 所以白乳肺 其实如果说从中医 还有我们西洋医学的 研究的一些理论基础来看 其实都有它的道理在 好 谢谢宜芳老师 告诉我们要润肺或是清肺 所以有些白色的食物 它的营养所在 好 讲到空污 其实刚刚博士也再次说明了 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把空污列为是一级致癌物 那跳跳回到台湾 会觉得台湾空气 这次有比较急 跟实际上比较 这好太多 可是观众们千万不要轻忽 我们的空污MIT制造的 一定要提高警觉 待会博士来告诉我们 三粒电视 再度蝉联消费者 理想品牌第一名 坚持原创 追求品质 专业 品质 正能量 三粒电视 听到手找红棍的 国众的手 顺中有红棍穿鞋 一百块 一百块而已 勇敢的效果 赞 不只交友 让你真的拍拖 我们就只有一个大日 香港也有点有点 Munich 雅和画最想像是 一百块而已 公司卢是一个月的 小月的铃链 这次一百块 也有点有点 芒衣 公司卧桂 和慢慢的 和世红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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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门高粱酒 吃糖 糖尿病不能吃太多糖 阿嬷 阿嬷 我是睡着啦 那你怎么不敢吃 寻力宁可辅助改善 末梢血液循环 寻力宁 来自德国 得恩爱清静良洋 取自印度原始山林 大地所蕴含的天然珍贵草本 经顶级条项市专利调配 长效清凉方向 有位于德国古都Dresden 百年专业牙膏大厂 以尖端科技自动生产 得恩爱清净良牙膏 清新自然好口气 让您的笑容因为牙齿而美丽 德国原装进口 得恩爱清净良牙膏 恩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城市的热情相遇 2015新北市欢乐夜诞辰 海北时尚名牌精品展 国际名品限量折扣18到21 旨在圆山珍宴馆 我爱爱你的白头战 爱你爱自己老百战 小酒是越顶越香 咱的感情也就爱同款 我爱你的白头战 你爱情 有你最天后 有心最感动 今晚高粱酒 止痛新观念 要止痛先消炎 三肢雨伞标消炎止痛定 不是肋骨醇 不是抗生素 三肢雨伞标消炎止痛定 包括今天有方让您全家大小都健康 今天特别关心我们的肺 怎么样好好的来保护它 因为每天每一分每夜 我们都必须要呼吸 那希望吸起来 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 那刚刚讲 住在北京必须要有好的肺 那住在台湾呢 跳跳你帮我们看一下 今天如果以台湾比较重要地区 PMI值是多少呢 你现在要先告诉我们的是哪一个地方呢 对 这个27的是松山 就是我们附近 27还算正常 不是是在安全的标准吗 对不对 浓度在标准安全范围 还有呢 对这是今天 那高雄 高雄的话这个最下面是132 就是轻度了 轻度污染了 轻度了 对 那云家地区呢 91 云家是 云林的轮贝 91 轮贝是91 那松山 宇方老师照到底讲 我们这里很发达 车水马龙 其实松山有个好处 因为我们一个淡水河 所以其实有些比较空旷的地方吧 应该是这样子 还是不是因为有下雨的关系 有没有影响 其实有影响 下雨就可以把空气中间的污染物 给洗刷干净 或者是有风等风来 对 好 有请博士 博士先来跟我们破解几个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看 PM2.5呢 只要呼吸就会接触到致癌物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PM2.5 其实PM是指的是悬浮为例 悬浮为例包含的是什么 50 10 然后到更小 我们来看 其实它所谓的力竞 对 海沙大概是90 我们来看往下看 花粉大概是30 灰尘 大概是10 那10里面呢 你可以把人类的头发 大概是60到70左右 所以说灰尘放到头发里 然后再把灰尘打开来看的话 你里面还可以再放PM2.5四个 所以为什么PM2.5 现在这么关键 原因是因为它太细太小 细小了 然后呢 我们一般原来的这个 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构造 是挡不住的 举例来说你的鼻毛 然后你的肺泡签毛 然后呢 进入你的肺部的时候呢 这个PM2.5 往往会带着 因为它自己本身小 然后有的时候 有的部分它会结合一部分化学物质 或者是重金属 甚至于有毒物质 对 所以它就不会怎么样 不会被阻截在外面 就一股脑的一直进入你的肺泡 进入肺泡了之后呢 然后结果那个有毒物质 就跟着你的血液 然后就进入你的身体的循环去了 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标准是多少 安全的标准 就是它的浓度是不是 环保署基本上 定定PM2.5有一个标准 我们看下面有一张 我们基本上PM2.5 我们有自然产生的 也有人为制造出来 那原则上 环保署参照了这个国际的标准 然后定定是 如果24小时的平均值 低于35的话 我们把它认知为 是可以接受 所以它的等级 有分10个等级 那分类分成4个分类 低等级中等级到高等级 大概各自分成三段 然后如果说超过 指标超过10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止报 我们来看一下 指标如果超过10的话 这是大于71 我们就认为它叫止报 那刚才我们有谈到北京的 北京的是多少 666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已经爆好几遍了 超爆 爆好几次了吧 超爆 然后这样的一个标准 其实我们一年的平均的话 基本上设定的是15 就是也是每立方米15 15 然后这个跟日本跟美国差不多 但是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 我们30个侧站做了一个平均 我们发觉我们的远远超过15 年平均已经是24了 也就是说它其实已经是变高了 刚才我们也说过 其实这种情形 只要我们工业化的污染 越来越严重的话 我们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不管理 就会只会越来越严重 重就是要管理 对 有哪一些条件 一个是稳定度 一个是风 但是越稳定的时候 你的污染就去不了别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堆积 浓度就增高 风呢 如果风小 它也是一样 风大的时候就把它吹走了 可是问题是 吹走了时候 去别人的地方 所以就有所谓的境外移入 对吗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地形 像埔里 像竹山 那个我们大家认为说 那个地方应该是很爽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的时候 那个地方PM2.5 是蛮高的 就是我们台语讲 吹过来 那其实境外移入的 以台湾来说 只有这样30% 那北京的那个境外 这样会到我这里来吗 600多 600多 不会全部都来 我们先想想看 所谓的境外移入 就是越离你越远的时候 你的浓度一定是越低的 对吗 如果说它到你这边来 是造成你这么严重的污染 那你可以想见 它那个地方已经 已经完蛋了 那可是呢 我们大部分的污染 都是在地的 这个在地的污染 其实才是政治最关键的 那跳跃其实 刚才讲的云林的话 应该是石化业污染 而不是从北京过来的 不是不是 应该它是本身 就MIT 是我们本身制造出来的 那刚刚看松山 如果这样它是低的嘛 对不对 是 可是刚刚看到是板桥 因为主任刚刚有说嘛 我们如果在板桥 你也会看PM2.5 戏削服务力的报告 就今天监测 如果是真的比较浓的话 好像病人来看诊的 机率就比较高 那板桥呢 12月14号刚刚也帮我看 PM2.5是多少 59算很高了 这里高了 对 好 那我们要怎么自保呢 那现在重点来要请教您了 包括了我们应该住在哪里 比较安全呢 远离那个污染的核心 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在那里的话 第一个 室内比室外要来的安全 第二个呢 就是高楼层比低楼层 要来的稍微安全一点 不过它其实没有差别很大 但是至少它是有差别的 还有一个就是 晚上的时候呢 跟清晨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是 大气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 浓度是比较高的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去跑步 因为你一跑步就吸了很多的 很多的PM2.5 现在晚上有夜跑啊 现在开始流行 还有有些长辈 他一大早都出门运动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是比较不适合运动的 尤其是PM2.5 如果浓度高的时候 那住在大马路旁边 或者是夜市的话 这个会不会比较危险呢 那个其实也会浓度比较高 因为阳层也会造成 PM2.5的这个 所以就加一些阳城 我们现在是坐在马路旁边 大马路旁边 所以尽可能还是有时候 要选一下巷弄 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非常谢谢博士的解说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随时锁定我们三立新闻 那博士在早上一大早 是在6点15 6点45 还有8点20分左右 对不对 那另外还有一节是中午 大概是1点半 那另外是在晚间的时候 5点20 5点20 所以在这几个时段 您都可以很清楚 透过博士为大家来分析 那么知道天气的变化 要不要多加件衣服 或少穿一点 那甚至空气品质 还有PM2.5都可以掌握 好 那接下来还是要润费清费 有请我们的宜芳老师 所谓固肺就这样吃 其实这些就是 目前国外研究当中 可以预防肺癌的 比较正实的一些营养素 可以从食物上面来着手 对 他们其实他们做过很多研究 他发觉多吃蔬菜水果 其实是可以预防肺癌 而且可以预防一些 譬如说像气喘的问题 有几个营养素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一个是维生素C 那因为它里面 其实还包括一些类黄酮 跟一些多分类 其实也可以预防肺癌 那我是把这些 含类黄酮比较多的水果 放进去里面 譬如说维生素C 大家可以选择巴勒 因为木瓜里面 又有β胡萝卜素 所以相成的效果 那奇异果甜氏 甜氏其实非常好 因为甜氏也有β胡萝卜素 番茄也是一样 它除了维生素C之外 也有β胡萝卜素 甜椒 就是说如果你怕水果太甜 对健康不好的话 你可以选择甜椒 因为甜椒除了维生素C之外 β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 维豆芽其实维生素C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白色的 那豌豆苗 大家不要小看豌豆苗 就有时候外面去炒个青草豆苗 像青草豆苗 里面维生素C 还有β胡萝卜素 都是特高的 所以青草豆苗 维生素C还那么高 是是是 大家不要小看它 那另外 C跟E一定要做好朋友 光C没有用 所以这两个 一个是水 一个油 如果说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可以吃些坚果 譬如说葵瓜籽 杏仁 芝麻 β胡萝卜素 大家知道一定是胡萝卜 还有樱桃小番茄 这边介绍一个叫黄公菜 黄公菜除了β胡萝卜素含量多之外 另外一个营养素含量非常多 叫做铁 铁其实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 就是这个铁嘛 然后晚上可以助眠 助眠 因为最近很多人 可能情绪压力很大的话 可能要多吃黄公菜 还有菠菜 地瓜叶 最大化 里面配合胡萝卜素含量很高 那维生素滴其实有帮助 维生素滴也很重要 譬如说菇类一定有 然后鲑鱼 鰂鱼 其实最近台湾有个鱼 它的维生素滴含量 其实非常非常高 又很小的 又很小的 那个叫乌鱼 最近是乌鱼籽的日子 大家只知道 乌鱼 对 可是你忘了乌鱼 其实营养非常丰富 就是说除了大家可能 喜欢乌鱼籽的美味之外 不要忘了它本身乌鱼 你知道吗 乌鱼你只要吃像手掌那么大 大概两圈的话 你一天的维生素滴 都可以达到你的 三粒电视再度蝉联 消费者理想品牌第一名 坚持原创 追求品质 专业品质正能量三粒电视